歡迎來到自由亞洲兵家常事節目 1月31日 兩艘美國航母和日本一艘直升機護衛艦 在臺灣東部菲律賓海舉行聯合演習 參加演習的是卡爾文森號航母 羅茲福號和日本伊士號直升機護衛艦 我們現在看到的圖片 最前方飛行的正是鷹眼預警機 後面緊跟著兩架F-35C戰鬥機 美國海軍的第一個F-35戰鬥機中隊 正式部署在太平洋艦隊的卡爾文森號上 其目標不言而喻 就是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全 在這之後 緊跟著兩架FA-18超級大黃蜂 海面上可以看到美國的兩艘航母艦 和日本的直升機護衛艦並排而行 體型差異卻非常明顯 卡爾文森號羅茲福號都是核動力航母艦 排水量動輒達到10萬噸 可以搭載接近80架各種艦載機 而日本的伊士號直升機護衛艦 排水量不過19000噸 雖然裝備了全通甲板 但只能起飛直升機 主要任務則是反潛 美國指揮官卡洛斯薩迪洛少將在聲明中表示 美國和日本擁有獨特的能力 能夠快速集結多支大型海軍部隊 以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共同安全利益 其實美國和日本在台灣東部的菲律賓海 進行聯合演習 過去幾年頻繁發生 我舉個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2023年10月6日 美國海軍學院的這篇報導 美國的里根號航母和卡爾文森號航母 就在菲律賓海和日本的直升機護衛艦日向號 進行聯合演習 當時中國的山東號航母艦也前出第一島鏈 在同一海域進行軍事演習 這次美國和日本三航母聯合演習 其實就是告訴全世界 美國有能力同時打贏多場戰爭 我們可以看到是 無論在西半球發生了多麼大的軍事衝突 都完全不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 目前在歐洲發生了烏克蘭戰爭 美國雖然沒有直接捲入其中 但烏克蘭戰爭也影響了美國以及北約 在歐洲的兵力部署 歐洲各國 特別是東歐小國軍力薄弱 一直擔心俄羅斯可能擴大戰事 在東歐挑起另一場事端 所以自從俄烏戰爭開始以來 美國在地中海地區一直保持有一個航母編隊 並且派遣飛機抵達英國空軍基地 同時在2022年10月 美國將101空降師的部分部隊 部署到羅馬尼亞邊界來威懾俄羅斯 直到現在 101空降師還部署在羅馬尼亞並沒有離開 我們再來看一下路透社的這篇報導 在2024年1月份 北約舉行了冷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演習內容就是如果和近乎同等的國家爆發衝突 美國軍隊應如何向俄羅斯接壤的北約盟國提供軍事支援 北約軍事指揮官卡沃利表示 大約9萬名士兵參加了這場將持續到5月的軍事演習 軍事演習的名稱叫做《堅定捍衛者2024》 北約表示 參加演習的有航空母艦到驅逐艦等50多艘軍艦 80多架戰鬥機直升機 至少1100輛戰車 其中包括133輛坦克和533輛步兵戰車 雖然在演習聲明中沒有提到俄羅斯的名字 但毫無疑問 這場演習就是為了威懾俄羅斯而舉辦的 這是美國處理的第一個戰場 也就是歐洲戰場 美國雖然沒有直接和俄羅斯發生衝突 但依然派遣了大量兵力進駐歐洲 美國目前處理的第二個戰場就是中東地區 在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布恐怖襲擊 在10月27日以色列派遣陸軍進入加沙地帶 巴以衝突愈演愈烈 美國的福特浩航母戰鬥群在事發時 位於地中海西部三天之內就趕到以色列周邊 為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 之後另外一艘航母戰鬥群 埃森豪威爾號也在10月份抵達中東地區 美國在中東地區瞬間擁有了兩艘航母戰鬥群的龐大軍力 這也使得敘利亞和黎巴嫩珍珠黨不敢輕舉妄動 珍珠黨和哈馬斯連以色列都打不過 現在兩艘美國航母來了 如果還要和美國開戰 那只能是自尋死路了 目前 加沙的戰鬥逐漸進入尾聲 而國際上的焦點也轉移到了也門胡塞武裝 最近四個月以來 胡塞武裝依靠伊朗提供的遠程導彈 不斷襲擊經過鴻海和亞丁灣的國際民用船隻 給國際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和困擾 美國以及盟國組織艦隊在鴻海維護航線和平 也門武裝也多次發射巡航導彈 無人機和反艦彈道導彈攻擊盟國船隻 比如說美國的卡尼號驅逐艦 最近一個週就先後兩次發射標準6導彈 攔截了也門的反艦彈道導彈 英國的鑽石號驅逐艦也多次發射海毒蛇導彈 攔截也門武裝的無人機和巡航導彈 不僅如此 在1月初部署在中東地區的 艾森豪威爾號出動FA18超級大黃蜂戰鬥機 對也門胡賽武裝控制的雷達戰 軍事設施和指揮中心展開精確遠程打擊 同時佛羅里達號核潛艇也出現在亞丁灣 發射戰斧巡航導彈攻擊胡賽武裝 這就是美國目前在處理的第二個戰場 中東地區 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美國只需要在中東地區部署一個航母戰鬥群 5至6艘驅逐艦就足以穩定當地的局勢了 無論是在歐洲還是中東都是正在發生的戰爭 而美國的重點其實一直在亞太地區 最近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對外界表示 中國相比於俄羅斯是對美國構成更大的威脅 雖然目前在亞太地區中美並沒有直接的軍事衝突 但無論是美國的軍事界還是政界都明白 台海地區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以及發生衝突的後果 嚴重性 我們就來看一下目前亞太地區的兵力部署情況 雖然中東和歐洲戰場都分散了美國一定注意力 但美國可以輕易地在台海周邊 集結4到5個航母戰鬥群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次在台灣東部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是兩個航母戰鬥群 卡爾文森號和羅斯福號 可是美國還有一艘航空母艦叫里根號 他就一直部署在日本的橫須賀 並沒有參加這次軍事演習 從橫須賀趕到台灣不過是幾天時間 里根號可以隨時奔赴台海進行軍事支援 除此之外 美國在聖地亞哥部署的另外一艘航空母艦叫林肯號 他在1月底被人目睹到離開了母港聖爹哥 到太平洋執行軍事任務 到目前為止 我們不知道林肯號具體開到了哪裡 有可能是在東太平洋 也有可能已經跑到了西太平洋 也就是說 如果亞太地區有個風吹草動 林肯號也是可以迅速趕到前線進行支援的 除此之外 美國太平洋艦隊還有一艘航空母艦叫尼米茲號 目前停靠在西雅圖附近的軍事基地裡面 現在處於訓練和修養的階段 他也可以隨時出發 對前線進行支援 除了這些航空母艦 我們再來看一下兩棲攻擊艦 美國的兩棲攻擊艦 比如美利監級 排水量達到4萬噸 具備全通甲板 能夠起飛F-35戰鬥機 美利監號兩棲攻擊艦能夠搭載16架左右的F-35戰鬥機 它的作戰能力甚至要超過中國的遼寧號航空母艦 那麼美利監號現在在哪裡呢 其實它也在台海周邊 我們來看一下美國海軍官網發布的圖片 顯示在1月20日 美利監號兩棲攻擊艦正在菲律賓海執行相關任務 也就是說 雖然美利監號兩棲登陸艦 沒有參加這次和日本的軍事演習 但其實它就在台海附近遛的 所以 你把美國海軍這大大小小的航母一算 美國在第一島鏈周邊 調動4至5個航母戰鬥群 外加若干兩棲攻擊艦 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在2023年4月份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諾上將 兩次被問到 他是否認為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 損害了美國威懾中國的努力 阿奎利諾上將回答道 美國是唯一能夠應對多重威脅的全球力量 我目前還沒有受到影響 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這兩點 他說 我們目前向烏克蘭提供的彈藥 並沒有降低台灣可能發生戰鬥所需的能力 美國軍隊有兩隻手 左手就可以把中東和歐洲地區控制住 右手則可以毫無顧慮地放在亞太地區 穩定亞太的局勢 我是子定 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支持明星期視乎 最後一段時間 中共在 festa